MING PAO TORONTO 如今的微板金技术 运用光学及杠杆原理的专业工具 能在一个小时内将酒窝凹痕迅速修整 对于爱车人士来说宛容一大福音 彻底解决车身大大小小的损伤 我们是利用专业的一个线板 漆面反射的原理 照射在我们板金的漆面上面 那如果说我们的凹痕是呈现不规则状的话 那个线条也会呈现一个酒窝的形状 然后我们再利用我们的特工 从里面再把凹痕顶出来 然后修复完之后 它就会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线条 那就是表示修复完成 达到一个修复的效果 最主要这个修复的优点就是 第一个它时间快 然后它可以不用烤漆 可以保护你的元漆 可以避免说烤漆之后产生的色差 跟漆面的耐久度 对也比较环保 相对于费用的话 也比一般传统板金烤漆的费用 还要再低一些 李建豪老板为了服务广大车主 也因此与多家优质国外进口车商合作 在出厂前先进行板金修复动作 在老板鬼斧神工的技术下 使车主不再因车身的损伤而懊悔 也与在地修车厂多位伙伴合作 给予多元的维修服务 跟修车厂结合的话 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们能够提供客人更多元的服务 只要是客人来我们店里 他只要有什么问题 不管是维修保养 底盘轮胎 或者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这有一个强大的后勤 能够帮他做解决 蓝宝坚尼那一种 它是车门停车的时候 不小心被旁边的车开车门撞到 所以有一个小小的凹痕 所以他就过来这边请我们帮他修复 客人来的时候 我会先了解他凹痕的状况 之后我会跟他讨论 我们这个凹痕要怎么修复 修复的过程是怎样 然后修复起来的成果会是怎样 我们都会很清楚地先告辑客人 我把客人的车当成我自己的车带修 修完的话我自己觉得可以的话 我相信客人也是可以接受 所以我都一直是以这种心态下去 修客人的车 我们今天修复起来的成果 客人觉得很满意 然后他是带着微笑 把车子开回去 那也是我们自己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很有成就感的地方 就是这个动力让我可以 续地这样子做下去 看似简单的维板筋修复技术 却是魔鬼藏在细节里 进行的过程中 所使用的力道角度 以及时间都需要精准拿捏 因此李老板心无旁骛的苦心钻研下 最终也成为汽车修复领域的一名佼佼者 此外也提供专专业的板筋考期服务 之前在练习的时候我会把我女朋友的车子拆光 然后研究她整台车的构造 跟在不同的部位要怎么去维修去修复 从我开业到现在 我女朋友也很支持我 对啊 也很感谢她当初把车子借我墙 露出憨厚老实笑容的她 承载着家人与另一半的支持 当李老板面对挫折时无所畏惧 从不与同业进行竞争及比较 秉持务实脚踏实地的理念 专精在自己喜爱的工作上 始终坚信成功的秘诀 在于永久的恒心与毅力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一个人生的转捩点 还没进入这个行业之前 我只是一个很频繁的作业员 没有我自己的兴趣跟自己的一个事业吧 然后接触这个之后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理想 跟每天工作一个目标 未来的话啦 我还是会能够提供客户 更多元的一个服务 只要我们自己的客户 车子有什么问题 能够把它完美的修复 对我来讲 每天都是一个不一样的挑战